讀教院接私影FFX SHIRLEY 被質疑著兒童之家搖教祖 沒錯 又是FFX 時間 今次跟大家說的是她 現年21歲的成員 SHIRLEY 楊澤儀 這位在教育學院收到大中華研究系的同學 接受訪問時自爆幾年前接私影時被人性侵 還說當時不報警很蠢 她說因為至少父母分開要住兒童之家 由於要交租上學又要用錢 所以17、18歲就幫人拍私影賺錢 不過有網友看完就質疑著兒童之家 為何要交租呢? 這條問題 其實SHIRLEY 曾入住的 是位於黃大仙波道的兒童之家 要經社會福利處轉介才可以入住 而申請兒童住宿服務於21歲以下 因為家庭、行為和情緒問題 暫時未能得到適當照顧的兒童青少年 至於波道兒童之家 只收容6至18歲的兒童青少年 而且無需拯救任何縮快 不過18歲之後 就要申請到該會客客的青少年家社 逐住但要給服務費用 謎底終於解開了 不過SHIRLEY 被人質疑也不是沒有原因 事關她過運也有不少是非 好像去年6月 SHIRLEY 被從事保險的前男友騙才 對方還潛入居住 為於大埔教育學院宿舍騷擾 兼且頭髮襲擊 還要報警處理 Facebook 一日即看 快點阿羅拉